来到9月25号 我是简宗时报李美清 一名前官员突然被两名猛灭男子攻击 用铁棍把他打伤 事件在隋敬火区6号公路上发生 25日早上 本报记者在6号公路上进行采访时 拍到这个惊险的画面 记者从隋敬火区政府官员了解到 上者曾是隋敬火区段岛分区的分区长 事发前他正骑着摩托车 突然有两名戴拳肇事头盔的男子 骑着摩托车从后方追赶上 男子先踢倒上者的摩托车 其中一人下车后 拿起铁棍追打他 导致他的背部受伤着手骨折 记者发现 为避免被人认出 歹徒是先准备好头盔 穿上长袖衣服和长裤 其中一人的腰间还挂着一把短枪 歹徒打人后 迅速起摩托车逃离 也没有强劫的举动 以示包袱行为 上者告诉记者 他也不知道为何上述两名歹徒 袭击自己 由于背部受伤和着手骨折 他急忙要到附近就医 并没有进一步说明情况 北月27日至30日为晚人节假期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除了周末 有两天正常对外办公 今天上午本报记者走房位于 金边市毛泽东大道的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 发现馆外有许多柬埔寨民众 和中国公民整齐排队 等待进入使馆办证 秩序良好 大使馆人员告诉本报记者 本周五27日以及下周一30日 大使馆正常上班 中国使馆保安人员告诉记者 即日人潮稍微减少了 前一阵子人更多 另外10月1日至7日为中国国庆节 黄金周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期间 不对外办公 急需办理签证的柬埔寨公民 或办征的中国公民 必须赶紧在中国国庆 假期前申请办理 近期要赴中国的柬埔寨公民 急需办理签证的话 可选择在本月30日前办妥 否则等到下个月8日才能申办 中国公安部官员 近日在金边会见了 国家警察总监聂沙文 关注西港治安 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 段大使会见了 国家警察总监聂沙文 关注加快整治西港治安的情况 江苏省公安厅党委委员赵建生 柬埔寨国家警察总署副总监唐龄 副总监兼中央治安局局长 迪伟杰等参加会见 叶沙文和段大使 主要讨论了加强西哈努克省的治安秩序 通过柬埔寨国家警察总署 和中国江苏省公安厅之间的合作 加强西港治安 打击或净犯罪和成立协调办公室 中方承诺将帮助培训 柬埔寨警察协助在西省安装电子研 帮助检方加强西省的治安秩序 中国公安部官员评访柬埔寨 8月14日 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 妙金融率领代表团再次访问柬埔寨 中国国防部长表示 中简是名副其实的铁杆朋友 据中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 中国国务委严监国防部长魏凤和 25日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防部政策 以外事总局局长能说话 双方就两国军事合作 未来发展等进行了工作交流 国防部长表示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鸿燊总理的共同引领下 中简两国关系达到历史性高度 两国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果 中简两军友好基础身后 交往机制坚全合作务实深入 在很多方面走在中国对外军事合作的前列 国防部长强调 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 简方走符合资深国情的发展道路 维护资深正当利益 艳同简方共同努力 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巩固传统友谊 不断深刻包括防务军事合作 在内的双边合作 打造具有战略意义的 中简命运共同体 为地区和平安全和繁荣贡献力量 能说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表示祝贺 他说 简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 既已得大力支持和帮助 艳同中方继续相互支持 甚或包括两军高层交往 人员培训 连言联信等在内各领域务实交流合作 推动简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